今天真的非常開心能夠到副尾正來 因為有很多的這些爸爸媽媽們 他們需要在最關鍵的時候做一個健康的檢查 然後讓家人也知道該怎麼樣 將來面對很多可能會產生的問題 屋高齡人口的失智比例相對是比較高的 所以在2016年開始 我們扶穩洛車醫院承接了雲林第一個失智共照中心 在雲林地區大概有一萬個失智的人 但是目前確診的比例不到三分之一 那這7000多位個案的背後都是7000多個家庭 要面對這樣的問題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活動主要是 台北市大神山古人社來這邊 支持我們一個篩檢的活動 那在社區裡面我們會站著 來做一個AD8亮表的篩檢 如果有懷疑的話還要到醫院區做確診